Hey guys! What's up everybody! 這個是哥倫布 文法庫 今天我們來聊聊 介系詞 介系詞這個東西有點討厭的 因為你小時候學介系詞的時候 只會覺得它就是幾個很簡單的字 就是在上面在下面 在前面在旁邊之類的 So easy! I'm beside the closet I'm in front of the closet 欸!介系詞是不是很簡單呢? 但是很快你會發現介系詞 除了可以用來表達一些簡單的位置以外 他們的核心概念還可以衍生出 很多各種各樣的 比較抽象的意思的 Teacher! Teacher! Are you in the closet? 欸! Brian,你不要亂說話 我跟你媽講的喔 我們繼續吧 I'm in the closet 除了抽象的用法以外呢 介系詞還有一個更恐怖的一面 就是大配詞 呀!很多大配詞呢都會有 介系詞在裡面的 然後通常這些大配詞選用的介系詞 都是很合理的 就是很有邏輯的 但是 也很多大配詞是不怎麼合理的 沒有什麼邏輯的 比如說為什麼分手是叫做 Break up呢? 明明大家都很down 或者為什麼在夜店的舞台跳舞 這個叫Get down 他現在明明都很high啊 yeah so你的英文越好呢 你會越覺得介系詞真的是一個 頑皮的傢伙 但是今天呢 Let's take a step back 我們回去文法老師的舒適圈好了 我們講一講一個比較基本的 介系詞的概念就是 in on at so地點前面要選 in on還是at呢? 還有時間前面要選 in on還是at呢? 概念奇傳簡單的時候 我們來個縮圖照吧 縮圖照 and we are starting right now 10秒鐘自我夜配時間 如果你想學好英文發音 可以去columbus.co看看我的發音課程 或者如果你想輕輕鬆鬆 一次搞懂英文文法 可以去grammar.co上我的文法課程喔 so首先呢 我們來看看地點的前面 我們要放in on還是at呢? so看看這三個地方 台北台北 keylong road 吉隆路 還有the exit 出口 中文的話你都會用在 對不對 但是英文會用什麼介系詞呢? 前面會放什麼介系詞呢? 給你三秒鐘想一想好了 答案就是 in on at in Taipei on keylong road at the exit 那是怎麼選的呢? 有什麼規則的呢? 有些人會說是 大中小的概念 我覺得這個值得參考啦 但是不精準 精準的解釋就是這樣子的 in 是在一個空間的範圍內 on是有接觸面的概念的 然後at呢是有一個點的概念的 就是一個精準的地點 給你一些example喔 so in是一個空間的範圍內嗎? 所以我們可以有 in Taipei in the world 在世界裡 in downtown 在市中心 in a house 在屋子裡 yeah so 大的空間或是小的空間呢 都可以用這個in 下一個是on on的核心概念就是在上面嘛 所以on呢會用在一些有接觸面的情況的 像是on keylong road 就是在某一條路的上面 或者on an island 在島上 on a stage 在舞台上 on a beach 在沙灘 接下來就是at囉 at就是有一個點的概念的 就是一個精準的地點 所以我們有 at the exit at the corner 在角落 at the office 在辦公室 at the washroom 在廁所 yeah這裡的at都是指某個地點的 now要選in on還是at呢 有時候是沒有那麼絕對的 就是有時候兩個都可以的 比如說 Washroom好了 你可以說 at the washroom 但是 你也可以說 in the washroom 都很自然的 at the washroom 語意義上呢會偏向是 你在廁所的這個地點 然後in the washroom 會比較像是 你想表達的是你在廁所的裡面 but yeah 一般來說呢兩個都可以的 意思沒有什麼大的差別的 好講完地點了 我們現在來講時間咯 這個部分會有趣一些些 看這些時間詞 April 4月 Monday 禮拜一 9 o'clock 9點 這些時間詞 要放什麼介系詞在前面呢 給你們想一下 其實也是 in on at 為什麼剛好也是in on at呢 啊就是因為腳本是我寫的 位置是我放的 so這裡有 in April on Monday at 9 o'clock so這裡有什麼規則呢 有些人也會在這裡說 這個是大中小 但是這個 again 單參考就好了 不要太認真 因為不是很精準的 這樣精準的解釋是這樣子 in 是一段時間的 on 是特定的一天 然後at呢 是一個時間點 so in 是一段時間 比如說 in April in 2020 in the fall 就是秋天 in the past 就是過去的期間 那on呢 on是特定的一天 所以我們有 on Monday on May 1st 5月1號 on Christmas day 就是聖誕節的當天 on my birthday 我的生日 最後有at at就是指某個時間點 就是一個精準的時間點 比如說 at 9 o'clock at noon 中午 at dawn 黎明 at the moment 在這一刻 so其實就是那麼簡單啦 沒有很難對不對 但是有沒有例外呢 當然是有啦 哪有文法規則是沒有例外的 對不對 那我給你兩個例外吧 第一個就是 night now night是一段時間的 但是我們會用 at so at night 下個例外就是 weekend 周末 now weekend不只是一天的 但是每次英文的話呢 我們還是會用 on on the weekend ok但是我們講完 in on at了 然後很多老師在解釋 in on at的時候呢 會用這種的圖表 這種三角形的 diagram 來幫助你視覺化 in on at的概念 我覺得蠻有用的 所以也做了一個 類似的圖表 想下載這個講義的話 可以去下面 點下面的連結喔 but other than that guys we are finished so下禮拜呢 我會叫你二十個 常被念錯的名字 如果你不想錯過的話 就幫我 按讚 然後 wow hey 訂閱喔 我的發音課程在 columbus.cool 文法課程在 grammar.cool 如果想學好發音 或者文法 就去看看吧 anyways guys that's it for this video and I'll see you next Monday by bwd6 b